为了陪伴偏乡弱势孩童一起成长 中国信托慈善基金会 推动台湾梦 额哨社区陪伴扎根计划的安心版图再度扩大 昨天在外安的基地成立 县长赖峰伟 议长刘成昭林 西语乡长徐岳礼 社会处长陈宝段等来宾出席接牌仪式 齐取透过社区陪伴 协助弱势孩子成长 创造他们非凡的成就 仪式由外安国小罗股武士队开始 台上武士的小朋友们卖力演出 台下罗股生提供相对的节奏 让嘉宾跟乡亲感受着热闹 及温馨愉快的气氛 那么现在跟议长 我们在这一任聘请了32个外籍老师 那么五相一师都在巡回教学 那么西语呢 我们又有一个英里村 特别弄了一个英里村 那个英里村就是谁 就是要给我们这些孩子 中爱啊 带来塞塞塞国中 乃是高中大学 香港出品 然后由阿兜来讲话 由阿兜来这样会发 这样如果是中爱要去讀書 走遍世界都没有问题 这个是我们最重要 小孩子成长茁壮 那当然小孩子成长茁壮 必须靠我们这些大人 那不只是小孩子 像那个 用村啊 用村啊 用村去哪 用村一言 另外 他就对老年人就很关心 对老年人很关心 那我们议会 乡长还有县长 我们对我们同屋的这些壮年 这些年轻人的就业 对年轻人的将来他们何信何从 我们都非常关心 一百一十一年 湖湖县西域将外安社区 竹梦基地推动仪式 仪式开始 请接牌 我们请长官留步 我们在这边也跟桃梦的小朋友 拍张大合照 一行人参观各项 为孩童准备的设施 那县长在现场讲故事 给小朋友们听 鼓励小朋友们了解 澎湖的历史 非常努力 就非常诡大了 那我们做事要脚踏实地 好好的为我们的小朋友 这是我们的资产 这些资产将来长大 都能够抬头挺胸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脱领而出 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 澎湖县政府表示 活动每周至少执行三天 计划经费由中国新托慈善基金会 赞助新台币100万元 另外县府补助外安社区修缩活动中心 新增设备费用 澎湖县政府表示 111年征选新增5个社区竹梦基地 西宇乡外安社区自110年9月起 接受澎湖县社区再造陪力 今年获选为新进社区基地 辅助社区内至少15位弱势 或特殊家庭需求的国小学童 提供多元客户陪伴活动及餐食 并以增加孩子自信心及社区认同 记者王海龙报道